出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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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今天要看的是 Kia 水龍頭 Sorento 新車發表會 看下去了 這水箱護罩很大 眼睛有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2020在台灣發表 第四代 Sorento 這第四代了 為什麼不知道有第四代 5月3號 1.6 Turbo Hybrid 油電板直列四缸渦輪增壓 電動馬達1598cc 230匹馬力 六速手自排變速箱 平均油耗怎麼才16.9 我以為會更高 油電車不是應該隨便都要20 好不要 等一下就說我尿他了 算了 哇車頭燈好幾顆 這剩矩陣四頭燈 為什麼那個電能車都要用很像旋風式鋁圈 你覺得 為什麼 應該是省油吧 增加它那個空氣力學 空氣力學 每個輪值都很重要就對了 哇這燈是直的 四條直的燈管還蠻特別的 19吋的鋁圈 感應式電動起閉尾門 感應式頭燈舉舉刷 這現在都蠻基本的 這個為什麼每台車 我那時候看MG也是這樣 它關起來最後一下都啪很大力 好像雜的 有一點那種感覺 很多車都這樣 這內裝看一下 大平板 長方形的 它出風口有上下兩個 有沒有 這是不是也是出風口 一對耶 兩個角度 還蠻特別的 類Focus旋轉式的排檔系統 它叫E-Shift 還有Drive Mode 我看到 可以調整模式 然後勒 全速域巡航系統 車道維持輔助系統 盲區弦引輔助系統 恆溫雙區 我看到雙區恆溫 按鈕坐在旁邊 它這個出風口 我是覺得蠻特別的 然後這個方向盤上面 有鋼琴烤漆的 出風口 我覺得中間設四個還蠻特別的 哎唷 副駕駛座旁邊 有電子調整鈕 不知為何設計在這邊 怎麼可以這樣笑人家 人家是為了要讓後座的人 有沒有 位置不夠大嘛 前座沒座人 那如果前座沒座人 你就沒辦法調前後 你駕駛也不可能過去調前後 所以它是從前面 就可以把椅子弄前面一點 那後座就比較舒服 可以自己調 對啊 這椅柵在上面 LS460 我有拍過那個影片 也有這個功能 就後座就可以玩前座 類似這種感覺 後座旁邊有開關 它可以去控制前座 有沒有 媽媽如果坐在前面 你就可以在這邊玩媽媽 你在後面 他有人坐在前面 就可以在那邊玩他的椅子 他就在那邊 還嗯 真的玩 這個其實很早就有這種東西了 蛇皮蚊 後面有兩個出風口 第二排有獨立人性出風口 以及兩組USB-A的充電座 是USB-A喔 不是Type-C喔 兩個A在下面 兩個圓圈圈 我剛剛看到它那個 有一點點 那個叫什麼 國嶺的地方 有一點點的突出 第三排的乘客 也有獨立 第三排出 有後座喔 第三排的是在側邊 出風口在側邊 還做一個旋鈕 蠻高級的人 國內目前能選擇 6跟7人座車型不多 啊對齁 現在只有CX9 聖塔飛 Codex Tiquant Olt Space 6人座7人座的 這規格看起來挺不錯的齁 不知道後座大不大就是 好來價錢出來了 KIA Sorento Turbo Hybrid 所以建議售價 旗艦版的7人座是170.9萬 旗艦版的6人座是170.9萬 旗艦版的6人座是170.9萬 6人座比較貴 對啊為什麼 中間有走道吧 比較高級 所以現在這個是6人座什麼 123456對不對 啊7是第二排中間又多一個 應該是這樣 6人座應該是222 新能源旗艦LSUV 喔喔喔喔 找一個 雖然沒有車模喔 還是這就是車模 應該不是 我不是喔 目前訂車要等車啦 好啦 看完了 好不好 這個有興趣的可以去看看 喜歡我們的新車資訊 記得訂閱分享起來 下面留言 沒有再酸韓國車啦 韓國車你們愛買 覺得很棒就去買 沒關係 又不干我的事 錢你耶 你要怎麼開對不對 我不會買是我的事啊對不對 為什麼要逼我咧 每個人都在逼我去接受 什麼韓國車現在很進步了 你有空去展間看一下 我就不想去都不行 奇怪 不要逼人家跟你同價值觀嘛 對不對 下次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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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